小孩上学走了 出来上大学回来 他跟我四妹十还要来 四妹十还要来 还有一个小孩小回来 他奶奶死了吗 那个奶奶 他妈说你别这样发 发他不生气 我不生气 这个死正常的 发死肉死了 要能发死肉死都不要打仗了 这样死 这样死 再也没想到 这个冷酷的进气之地 竟然藏着这么一个温馨的煎饼摊 5点50 然后奶奶出摊了 这是生了火了 好嘞 快急 我们等一会儿 打两个鸡蛋 一个饼一个鸡蛋多少钱 四块钱 奶奶今天多大了 85 85啊 那您听这个口音是山东人还是徐州人 我徐州 徐州的 徐州哪的 大黄山那的 我都17岁出来都没回家 奶奶再出来 爷爷多大 88了 哎呦天呐 腿不好 爷爷你来坐 你们还喝豆浆了 喝喝喝喝 您是哪一年端兵的 我五五年了 出两次车卦 肋骨断了八根 嗯 他的命大几次都没死 大得都退休 不是五六 都六十多了 都六十多了 嗯 四个还退股三 婆大不大不大正好 不大 这个面是什么 炸粮吗 粗粮 面粮 面 也有点其他的 你多大结婚呢 我 嗯 六三 平常爷爷跟您俩还吵架 天天吵吵架还不正常的 头吵后就好了 哈哈哈哈 对 两人吵架 事儿跟爷爷还有呢 哦 爷爷在这打酵浆 奶奶在那摊煎饼 两百是吧 两百两百 那是一块才一百 爷爷哪年到立昂来的 六七年 六七年就过来了 原来到镇江兵工厂的 啊镇江兵工厂的 原来那个山沟酒 你看镇江兵工厂的 大两个鸡蛋 拿两个鸡蛋 嗯嗯 五年老兵了 看这一看就香 撒了韭菜 鸡蛋 辣椒 辣椒 大蒜都有 还有大蒜 南瓜丝 你看那个里边的菜 我没干的还卷的蛮好的 很好 我没干的喝 明年又要退休了 又有一个小的了 几儿几女啊 两个姑娘 哎好 这个六块钱的 嗯 鲜不鲜 正好加了大蒜和韭菜 南瓜丝 南瓜丝 这个原汁原味啊 我这个肯定是原汁原味的 一天人卖多少个 哎呦 我这个是他两人 老头一辈子要吃的 不吃干饭 我们两人都吃这个 上午少点下饭 一顿一个间 我一个人都不够吃 加点韭菜鸡蛋 韭菜 韭菜 南瓜丝 大蒜 他那两个鸡蛋 这个饼啊 特别有劲儿 其实应该刚出来的时候 你想可能会软一点 是吗 而且他有一点点的杂粮 整体是白面饼 我们就爱吃这个 韭菜加大蒜 王今天不能拍美女老板呢 以前老徐手鸡鸣就这么个做法 他徐手鸡鸣 大蒜几蛋 上边还喝两个鸡子 再加个鸡子 两个鸡子 两个鸡子 嗯 有时候加三个鸡子 你吃你饭量大 多张菜 都是那样 经典之笔 菜鸡饼就是让一张普通的白面饼 让它变得色彩丰富跟鲜腾 这个豆浆啊 我喝完以后真好 刚放一会儿上面就结了一盏鸡子 上边剪鸡子 剪鸡子 哎呀 这个好豆浆 现在人全都挂想要钱不要 对身体不注意 那么大说话不能说没两个事 不能挂想钱 对人身体负责 不是为了挣钱 就是为了 不要闲着 为了闲着难过 闲着难过 搭建出这么一个令人震撼的场景 周边人都爱吃他的解敏 你退学工资多少钱 我们啊 我是当一辈子工人 六七千块钱 那可以啊 跟奶奶过日子肯定没问题 足够他们生活了 所以这个小摊呢 就是爷爷跟奶奶的 闲来无事的一个小屋子 小事情 省着闲着是吧 嗯 性质就不一样 所以做的东西都是良心东西 爷奶奶再见啊 再见 做身体健康 笑口常开 哎呀 奶奶性格好得不得了 再见 再见 再见